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过来参拜的人自然是没有了 古铜观所在的小山坡距离有人居住的地方 仅隔着一片小树林 但如今是闲人难尽的禁地 常有士兵把守 自从无意间接近的平民被杀了几个之后 便没有人再敢随意过来了 普通人大抵能打听到 这边驻扎的是名为翠火营的一波士兵 回首的是一个满脸疤痕 让人望而生畏的黑肤大汉 有些人知道 这人叫匈颜罗路驼 而即便在方辣军内部 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查到 这翠火营的后台到底是谁 翠火营是新建立的编制 在关系复杂的山头林立的方辣军中 到底是隶属于谁 不相干的人很难弄得清楚 而翠火营平时除了保护这一抹三分地 也没有什么高调的行动 会对他感兴趣的人便也不怎么多 只是偶尔风大的时候会有些声音 顺着山上的风被吹送出去 在山下听来 如屋叶如鬼哭又如女子的呼喊 杭州城才经历过战乱的洗礼 死人无数 许多尸骨未寒 不过周边住的人不多 所以一时间倒还没出现过 什么闹鬼的传闻 此时还只是四更天 俗话说一更人 二更罗 三更鬼 四更贼 五更鸡 这时辰正是天亮前最为黑暗的时候 人都已经乏了 古铜罐里灯不多 只隐约露出朦胧的光点来 安安静静的 仿佛也已经睡了过去 旁边的小树林里 一道人影小心翼翼地避过了守卫射下的各种陷阱 悄然潜入了那边的道观中 古铜罐虽然不如明山中那些真正的大道观 但面积相比起普通人家也算不得小 前前后后八九个院子 三两层的建筑相连还是颇具规模 这个时候里面巡逻的人不多 黑衣潜入者各自不算高 但伸手灵敏矫劲 巧妙地避过了巡逻的士兵 终于摸到道观中央最大的建筑前 或许是因为此时的杭州城 没有多少人会打这里的主意 道观外围虽然有人巡逻 内部却并没有多少守卫 一名穿着道袍的江湖人 坐在门边低头沉睡 那大门开了一条缝 里面有暗淡的灯火渗出来 黑衣人想了片刻悄然前行 推开那门潜了进去 一进去他便呆住了 女子的哭声如同潮水般涌来 声音都不大 大概是因为哭泣者甚多 抽泣声重重叠叠地汇聚起来 这还是在四更天的时候 到了白天更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景 灯光暗淡 这里原本是一座大殿 但此时两侧都被改成了牢房般的隔间 有的是房间 有的则只是栅栏 黑衣人沿着过道往里走 两侧的牢房里铺着稻草 一个个年轻女子被关在了里面 手上锁着铁链 有的衣衫蓝绿 披头散发 有的身上 头上染着鲜血 也不知道受了何等虐待 靠近门边的这些女子 大多已经睡去 也有的睁着眼睛目光呆滞 在深秋时节还裸着半个身子 茫然呻吟的 身体上下狼藉不堪 估计染了伤病 已在弥留之中 空气中荡漾着血腥与银迷的臭气 大殿尽头是已经被打烂半边的三青巷 而在神像的后头还有男子的笑骂声 与女子痛苦的声音声隐约传过来 黑衣人其实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大概能够明白这些事情的含义 却并未经历过 一时间也有些茫然了 片刻后 他咬着牙关微微颤抖了一下 收住往里走的脚步 缓缓地开始后退 退了几步却又停下了 看着那些牢房上的锁 有些不知所措 也就在这时 后方传来夜风灌入的声音 低声乌影 他争了一阵 门原本是关着的 这声音意味着 他现在已经打开了 回过头破风声袭来 脑袋顿时嗡的一响 什么人 穿着夜行衣的少年身体 从大门中飞出来 面罩被撕裂在空中 心血已经从口鼻中喷了出来 此时出现在这里的 包括那原本在打盹的门外看守 一共五人 有一名小头目带领 方才猝然出手 伤害最大的 是挥在少年头上的一剂刀鞘 由于圣券在握 小头目那句 什么人没有大喊出来 少年身体掉落在地上 已然昏厥 有人拔刀 另一人说道 是个小孩 要不要试讲 看 黑影从天而就 五个人都算得上是江湖好手 将少年打飞的瞬间已经跟了出来 此时正在大门外的廊道上 那黑影陡然落在五人中间 挥出的一记右拳 有如怒涛般破开锋利 轰在了正面一人的太阳穴上 顷刻间 这人整个面部都开始扭曲 波浪般的冲击纹路 带着破皮 碎骨和鲜血 在头上瞬间扩散 黑影的出手 犹如咆哮的雷霆 挥拳跨步极弦 大摔背手 斗光挥舞 匹炼如狂龙 他踩断了其中一个人的小腿 这人身形稍微一矮 被那一记刚猛到极简的摔背手 硬在了头上 脑袋被直接从颈椎处朝后方打折了 脑袋拖着身体皮球般的 在轻石走廊上砸出去 走在旁边一人都才拔出来 就被黑影顺手夺了 转眼间挥出四刀 当猛到极简的刀势劈裂 锦断碎胸 那头目才将 看看两个字说完 一时间还没大声喊出来 人影已经七指身前 一只手掌在眼前放大 沉闷声响起 这大殿的外墙用的是坚硬的轻石 那小头目被巨大的冲石推得退出两步 后脑砸在轻石上 头骨恐怕已经碎了 那手掌拧住他的口鼻 将他的身体都已经推得雷顶 最后在这小头目眼中变得清晰的 是年轻男子凶狠冷冽 如猛兽般的目光 与那道算不得魁梧的身影 那目光死死地盯着 他直到最后一刻 陈凡将钢刀刺进了对方的肚子 然后将人放开 此时的屋檐下 两个人是被他的拳掌打死的 两个是被刚猛至极的刀法劈死的 他全力出手 其中一个中了头和颈 另一个中了颈和胸 骨头都已经被劈裂了 除了这些人身体倒霞下去时的碰撞声 几乎没有别的声响 一将手上的尸体放开 他立刻回头将那少年背起来 拿出布条绑在了背上 回头看了一眼 大步朝外走出去 那五人没能大喊出来 但一开始的动静 还是已经惊动了父亲的人 一道人影猛然冲来大喊 什么人 手中钢鞭朝着陈凡 灯头砸响 这人身体矮胖 犹如铁塔 也是力气极大 但陈凡只是单手抓住那钢鞭 身体仍在向前走 那胖子不断后退 由单手转双手 要将钢鞭夺回 口中 啊 的大喝起来 脸色已经胀得血红 但听刷的一下 他虎口崩溜 陈凡一脚踢在他的心口上 钢鞭灯头挥响 血光标射 那胖子捂住了脑袋 亮腔着后退倒地 陈凡走了过去 院落侧面又有两人的身影出现 他想了想 转身朝着胖子头上 又是一向 接着再一向 当这两人的面联系几下 将那胖子砸得不再动弹 这才转身离去 这道观中的手绘 已经全部被惊醒 但道观本身不算大 陈凡竟直杀出 脚步四缓十块 速度快于奔马 转眼间就已经走到了正门 两个持刀的士兵守在那大门处 陈凡几乎没有丝毫减速 朝着那已经有些残破的关门 冲了过去 普通灌外的树林侧面 一大一小的两道深影 正在那儿 有些疑惑地 看着里面的骚动 正是宁毅与通风暴训的卓晓峰 原来学堂中反对宁毅的这帮学生 也是在争着要做几件大好事 已是比宁毅教授的那帮孩子厉害 双方攀比之下 各种打听调查便也没什么收敛 此时杭州城内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是没有 而是太多了 这一次卓晓峰等人无意间查到了一个他们不能惹的名字 内部一时间也发生了分歧 出生牛犊不怕虎 当中一个名叫陈腾的孩子 义高人胆大 不顾卓晓峰的劝阻 决定夜叹古铜冠 卓晓峰思来想去 最终却是来向宁毅求云 希望他有办法说服对方 但卓晓峰终究是来得晚了 他们赶来这边 没能接住对方 随后便发现道观之中起了骚乱 他们这时候自然想不到陈凡 从一开始就在关注着书院两拨孩子的动静 看得片刻 只见那道观大门轰然碎裂 一道身影斜着两个卫兵从漫天碎幕中冲了出来 其中一人胸口被钢刀贯穿 在地上滚了几个圈 另一个人还没有死 被那身影单手托着 转了几个圈 随后将他的脖子斜在叶下 奔跑中如同宁小鸡一般的拧断了 碎门奔跑杀人随手弃尸 这人的脚步没有丝毫停留 背后都像是背了一个人 便在此时一束烟火升上了天空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这是冠礼人向同伴示警的讯号了 火光中隐约能看到那冲出来的身影的轮廓 双方骑士已经接近了 宁一看了看反手一拉着小风 同样朝山下逃去 大约奔出了百余米 昏暗中陡然有人迎面而来 何放贼子竟敢 砍刀 这大概是看见烟火从附近回来的士兵 卓小风已经被吓得正主 宁一却是在第一时间低喝一声 右手挥出 前面那人拔刀一斩 扑的一下 一包粉末状的东西 劈头盖脸的照上对方的上半身 那人疯狂挥刀 什么 石灰粉 宁一说完已经贴近对方 一刀将他斩翻在杂草里 陈凡此时距离这边也算不得远 这边声音一响起 他便察觉了 宁一砍翻那人 陈凡也已经听出是他 只是微微迟疑 朝着这边做了几个手势 宁一指了指自己这边 陈凡点头 引着追兵从另一边奔行而下 走 回头招呼卓小风一声 宁一朝着原本的道路继续奔行 卓小风看着这书院先生 方才那干脆利落的杀人手法 微微有些呆了 无论他们因为宁一逃亡时做出的事情 对他如何不满 宁一在书院中的形象 终究是个书生 而且是极其正统的书生 有学问 手无腹肌之力 跟官府混的那种 血手人图之类的 虽然被人提起过 但他们自然只认为是玩笑 这时候才终于看到 他血腥狠辣的一面 但他只是微微迟疑 就已经反应过来 连忙跟上去了 不过 随手带着石灰包杂人 似乎有些卑鄙吧 但看宁先生方才出手的随意率性 在他的手中 这样的手段 又好像很是光明正大的样子 想起听过的一些江湖说法 这小小的迷惑 在卓晓峰的心头闪破 但终究还是逃命要紧 片刻之后 这想法就被他抛出脑后了 喧闹 火光 渐渐接近 又渐渐远行 随后在城市的一侧 发生了小范围的骚动 离明见智 搅动 一池春水 冒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一队队士兵 聚集在了古铜罐外 而在道罐内部 多了一些 看来像模像样的道士 与道姑 罐内的打斗现场 还保持着圆状 一名身着黄色道袍 看起来 有几分先锋道鼓的中年道人 正在一面查看 一面朝里面走 他面容温润 微微带着笑容 倒不像是很生气的样子 跟随在他身后的 是几名样貌各异的江湖人士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是左侧有如黑铁塔一般的大案 他脸上身上疤痕处处 正是胸炎罗路驼 他原本被委托驻守于此处 只是昨晚被叫出去 赋言淫乱 未曾回来 想不到就出了这事 好好好 夺鞭杀人 一路干净利落 好好好 大帅背手还行 看看刀法就是差了点 出了力气大 出了都批得比他好 有力没出屎 回首的那中年道人 似乎正在这点评着 这一路的战斗 时而赞叹 时而调侃 津津有惠 带到看完了正殿 眼下的五具尸体 道士背对众人 退后几步 看着那扮演的大门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伸手朝右边的木柱上 拍了一下 又收回来 握起拳头 在嘴边 有些寒冷般的 呼了口气 后方路驼 已经忍了许久 此时说道 天使 莫非你知道 昨夜过来的是谁 这地方是我看的 我昨夜不在 是我失职 你告诉我他是谁 我去杀了他 道人转过了身 浮沉一挥 仍旧笑道 到底是谁 那是不知道的 说话做事 要有证据 要有规矩 不过 他伸手拍了拍 对方的肩膀 有机会的 说完这句话 他抬起了头 站在眼下 微微眯起了眼睛 也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先锋道骨中 又急许沧桑 似乎也微有 几分苦闷 片刻 微微苦笑着摇头 如果宁毅在这里 也会认出 他的身份 因为曾经 是在百官宴上 见过的一面的人 如今在杭州 号称钱最多 家伙最多 兄弟最多 手下来者不去 三教九流汇集 虽也最为参差不齐 但却让任何人 都无法忽视的一个人 护博天师 包道已 片刻他皱了皱眉 不过 外面那个扔石灰的 混蛋是谁 嗯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 第280章 听众朋友们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